觀眾現在記者所在位置 就是位在連江縣的大丘島上面 那麼可以看到我後方這座就是高登島 當年在國共內戰的時候同島一命的高登島 而相隔高登島大概只有10公里距離 我們在這邊肉眼可見的地方 就是中國的黃岐半島 那麼海基會的秘書長羅文嘉 他今天是特別登島 而且也在島上發表了一席 關於兩岸關係的談話 他認為呢和平之路雖然不好走 但是仇恨之路一定不能走 而且他也當場釋出善意 由於這個大丘島上面是梅花路的放養的這個生態園區 那麼他也當場就宣布希望能送給對岸福州動物園 兩隻梅花路一對叫做和和和平平 希望可以延續兩岸和平精神 我們一起來聽他的最新說法 那福州動物園呢 我們接下來也會透過海協會跟他們做接洽 那我看歷史的資料上來講 在2013年的時候 其實台灣曾經協調屏東科技大學 送了一對紅毛猩猩 給福州動物園 然後隔年2014年 福州動物園回贈了三隻小貓熊給台灣 小貓熊跟大貓熊不一樣 小貓熊小小的 這紅色的 粉紅色的跟大貓熊不太一樣 所以當政治性的困難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事物性的議題著手 如果人員的交流暫時 雙方政治人員還沒有辦法從政治議題著手 我們可以從互訪 有關於在過去有利可循 透過這些動物 或者這些人們想要看到的 讓他們不一定來到大丘看 在福州 在福建也可以看得到 當然是今天帶各位來大丘 我們來談這條和平之路 然後和和跟平平 而昨天海集會秘書長羅文嘉 他在馬祖南竿二六據點的時候 他也特別提出了二六共識 那麼他說其實九二共識已經不存在 與其拘泥過去兩岸應該要共同一起看向未來 不過所謂這個二六共識的這個構想呢 今天就被在野黨的立委抨擊 是他創造的新名詞 對於處理兩岸關係來講並不務實 不過羅文嘉竟也反駁了 在海集會相關的文件裡面 確實沒有找到所謂的二六共識 其實不應該要設政治前提 只要要談 坐下來都可以好好談 以上是我們在馬祖最近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敬善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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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善�